明天12点钟的火车 现在明天早上9点钟到48个小时 这个搞得我心里急死了 是啊 非要我早点晚上过来 现在这些对这里人生地不熟 我们俩一起去坐海车呢 就是过期了 我是昨天在我们的工地上统一的 是不是 对外的那些坐海车的 我们都不了解 我也不知道从哪里走 有走路来的 有骑自行车来的 在浦东的人最惨 就是根本就没法过来 他们还说要游泳 我们走过来的 从松江走过来 对 我们用了是七个小时 二十四公里吧 走一路走不动了就坐在马路旁边休息一下 我是在许家汇 但从许家汇来这边的车不是太好找 然后我问了 大概费用确实是有点太高了 它的距离大概是13.5公里左右 所以我就直接骑行过来 大概两个多小时吧 因为对路不太熟悉 你要边找边看导航 出租车嘛 打不到 对吧 现在我自行车等于就是摆在这里 以后就是让他们当垃圾车的 不要你就不要了 这个疫情搞得 把人家搞废了 我准备是要回云南回老家一转 这个票很难抢 票子每次看到有票 点开之后就是没有票了 15号那天 就开始看了 看了 然后呢 没有 没有到这个云南村民了 抢了一个一周了 我一定一周没有好好说抢了 不是的 那边 大概有多少人 大概有1.2公里吧 2公里啊 还要加把速度 你们这个卡样的时间做呢 还是按了提过的时间 按卡样的时间 对 我根本不懂 你差个一分钟就进不去了 他们很多那些人就是本来已经出来就已经够难了 然后他们还得走路到红桥那个火车站 然后上高铁 不是要那个机子验那个身份证那啥的吗 差个一分钟 差个几秒钟都进不去 就得重新走回来 所以要不要水 卡拉 汉堡水 汉堡水 汉堡水4块 汉堡水6块 雪碧4块 一个挣你1块钱 我也是钱花完了 没办法 老家人寄了200块钱 买的这些 这个面包9块 我一个人在外面干 你是不是不知道多辛苦 出来的就在外面干起手的这些10个人里头 一开始差不多得有8个是睡大街的 我们互相之间调侃都是游牧民族 我们随时拿着被子去走 现在回老家啊 把这里大概50点能干活了 我们这些打零工的分在这里差不多将近两个月了 吃都没得吃的 对吧 政府也没什么补贴 回到老家还要去隔离还自费 就房东给我们发信息 然后后面他给我们让我们两三天时间内搬走 然后就前几天吧 我们都关了两个多月都没有想要走 因为房子不可以租了呀 那没地方租呀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到上海来 上海的能力 帮你们啊 看了这边人没饭吃 所以今天我们自己中午晚上送几百块的饭 我们的力量是有限的 对吧 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深切的感受到很多人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窘迫的 是很那个困难的 昨天一个那个小男孩都快给我跪一下了 我从普陀接到他 一路把他载过来 当时眼里放着泪光 我什么东西都不要 然后他硬塞给我两盆可乐 然后就是对你的感谢嘛 然后现在把我们拉到了地下 就一个停车场 然后安置今天晚上 现在是晚上的将近凌晨一点 甚至就是睡也睡不着 因为坐着很难受 然后却也在地板上又很冷 不能进站 就是红桥不能隔夜 然后就只能就是这样 然后明天早上的时候再去进站 你看到这个路上的人在变多 你心里会有一种高兴的感觉 也就是这个城市起死回生了一样